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除了那个以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如果你不用slice把这个我们现在这里有个button嘛如果你不用slice就把它导出的话你可以点rboard把它导出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很神奇的就是这边有个folder你只要点击这个folder把它拖到桌面上它就能导出但是这个导出是1比1的所以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平时在截图方面还是比较方便吧当你跟别人share就是airdrop什么时候这个tola drag and drop就是现在大家比较喜欢用的一个interaction的一个手势 就是在sketch里面他们也implement这样一个效果还算是比较酷那导出的话我之前已经说过很多遍了然后它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这边就不重复了啊 然后快捷键键的话基本上又要重复一下就是像我之前也一直说过 a的话是areboard对不对然后pencil是pshape的r就是一个长方形不要换border颜色我要换这个颜色然后shape里面它并不是所有的图形都有快捷键的它不像之前的一些photoshop什么要用command或者shift加上这些快捷键而是直接用字母就可以了ovo就是圆 你就是欧洲可以了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它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它是没有快捷键的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因为这个也不影响你操作速度吧然后我自己平常用的就是text就是可以打字的就写个t就可以了嗯嗯这个快捷键大家在网上也可以搜得到有一张键盘表估计淘宝上也有买吧可以贴在你的键盘上然后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厉害的设计师这样子 好这个基本上这两个我觉得比较实用的东西已经说完了很快吧好像也没什么营养啊那我现在说一个比较hiding比较隐藏性的功能就是大家看到这个sketch上面有一个toolbox嘛就是这个工具栏工具栏有时候你很多东西会找不到嘛然后我一直犹豫就是到底从哪里去找 其实这个工具栏是可以编辑的右键编辑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你可以显示啊你的图icon和文字你也可以直显示icon你也可以直显示文字直显示文字的话实在是太hardcore了抽死了我一般就是也不用省那么多地方也不用省那些地方来扩大我的版面嘛 我就是icon和test都是要的你完全可以就是把你自己喜欢的那些功能全部都放上去我个人呢很喜欢剪刀我可以把剪刀放上去然后这还可以就顺序都可以换然后你可以把insert也换掉group and group 这都是可以你不喜欢的你可以往下坠然后你喜欢的可以往上放这个还蛮酷的这个是完全可编辑的大家rotate就是比如说也用的比较多你画一根线然后可以重复的rotate很多像有一些功能可能你之前还没有用到过比较少的大家都可以去玩一下然后share的话之前也说过它是跟那些邮件啊什么social media连接的 如果国内被禁的话这也没什么用然后found a space然后就是当你把这些东西都填满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toolbox也挺复杂的我个人的话不加任何东西上面那些default我也够用完全够用mirror的话是你还要花五块钱美金再去买一个插件所以这边本来就有啊这个大家可以知道一下我不知道有没有盗版的所以啊基本上是这样子 rotate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用长方形来试一下吧我不想要把它锁掉啊我们来试用一下rotate我把这个换成红色然后我想转30度这样子但是我这个只是转了一下然后我并没有copy然后我现在它因为已经记忆把这个 我记忆把这个30度copy进去了我想rotate六个大家就可以看到它是以这个轴为中心rotate了六个我是可以把这个轴这个中心rotate的轴拉近距离的所以这基本上就是rotate的一个功能这样子这个可能做的有点太巨大了但是在inDesign和illustrator里面都有这个旋转跳跃我闭着眼的这个功能嘛所以啊 基本上就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要跟大家说的一个小贴士也是比较隐藏的没有说非常的日用日用型的功能但是它叫右键单击你所用的东西有一个cssattributes就是当你在写代码的时候它可以帮你生成你的cssstyle 这还是很酷的那我copy之后呢如果你有写代码的软件就可以把那些代码软件打开我现在就打开一个notes好了 我把我的notes打开以后大家复制粘贴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东西的background是什么色号hexnumber出来了 这比较容易如果我选的是一个涂层的话copy然后我再paste 大家可以看到信息会多一点我把这个加大给大家看一下可能太小了看不见 OK这样够大了吧那这些attributes就是你可以直接复制粘贴到那些coding的软件当中这个是比较隐藏的功能一般设计师来说也用不太到但是知道一下也没有什么坏处 好那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明天会继续讲另外的一些贴士那就这样咯拜拜